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二季的好味道 如果你喜歡看煮食片,不妨按訂閱鍵 我們每逢135都會有新的煮食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回鍋肉 我們先講講材料 有五花腩、青椒、蒜苗、豆瓣醬、紹興酒、薑、紫天椒、生抽、生粉、糖 片尾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網站看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講講做法 蒜苗洗乾淨後,就可以切成段備用 把青椒的頭切走 再橫切成青椒切半 然後去紙 再把青椒切成角 紫天椒切成小粒備用 薑去皮 然後再切成薑片備用 煮熱一鍋水 再放入豬腩肉,出一出水 視乎豬肉的厚薄,煮大約8至10分鐘左右 豬腩肉完全熟透 然後就可以把豬腩肉撈起 放入冰箱冷凝少一個小時 把冰好的豬腩肉切成肉片 用大火起鑊 加入一茶匙油 放入切好的豬腩肉片 放入切好的豬腩肉片 再把豬肉煮至金黃色備用 放入切好的豬腩肉片 然後再把豬肉切成薑片 放入薑片把它爆香 然後加入豆瓣醬 煮至紅油 再加入豬腩肉 維持用大火炒,將材料拌勻 再加入韶興酒和少許生抽 再加入蒜苗,青椒和紫天椒 繼續將材料拌勻 再加入一茶匙糖調味 再加入少許生粉水,勾芡,便完成開碟了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有朋友喜歡這個菜式,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再講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或按下連結到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也可以去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個讚 有任何問題,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記得按個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